那畫圖畫什麼圖呢? 比如說我今天同樣要畫圖 那我可以畫出圓、畫出方、畫出三角形 那我要怎麼畫圖之後呢? 同樣做一件事情就是畫圖 那其實也是可以藉由這個多形去實做不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畫方 我就再繼承 比如說我建一個抽象類別 這個抽象類別是一個畫圖 然後畫圖之後的話 它裡面有抽象類別的話一定會有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是要去畫什麼圖 那你再去實做 誰繼承它? 比如說繼承它是圓 圓繼承這個畫圖之後 它就畫出一個什麼? 畫出一個圓 方形的話 繼承的那個畫圖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什麼方 諸如此類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多形 那抽象類別前面有講過 就是一定它有一個抽象方法 但是沒有實做 誰實做? 繼承它的去實做 另外還有介面 介面也可以 比如說一樣 我產生一個介面 介面就是畫圖的一個介面 誰繼承它 誰也畫出 那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們也可以藉由這個地方來做說明 另外還有所謂套件 那這個套件怎麼使用? 其實這邊我們順便先講一下套件 套件其實還蠻重要的 前面有同學講到就是說 我要管你 管你什麼 管你不一樣的資料